亲密没了 差点男朋友没了 在刚才这个挑战当中 我为你这个胆战心惊了 不过我想到一个词 叫得失 就是你现在丢了这么多东西 包括其实刚才你那种性格 它其实就是一种挣扎 觉得这个不满意 那个不满足 其实你内心里面是有需要的 但是你把这种需要呢 用一种这种强势和伪装 来去表达你的情感 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 就给人感觉你好像 去向外面找答案 刚才我们也说了 人的性格的确不好改变 但是人的行为要收敛 一个女孩其实长得很漂亮 站在这里面 但是作为我们旁边的人 感觉到你那种气场 就是作为一个男人 我有点害怕 所以我想一个男朋友 能够在你两年的时间里 能忍受你这样的性格 还说不走 那他应该还是喜欢你的 但如果你还一味的这样 想得到你那份任性的话 你后面八成 把你自己弄丢了 而且你的人际关系 这样下去的话 跟谁都走不了太远 一开始都非常不错 因为你大大咧咧 这个也不太计较 一开始非常好相处 但是处时间长了 不是多少人 能够介绍你这种性格的 所以我看到的至少说 从你的闺蜜 在这个台上 刚才那种表现 人家还愿意接受你 男朋友虽然也曾经因为 打了他男人的面子 但是仍然听到的时候 还愿意陪你 我觉得这是你的福分 不要再通过这个外在的 所谓的还想再去任性的得到 那么行为上有所收敛 这就是人的一种成熟 所以我也想要 但是我知道有些东西不是我的 那我就控制一下 所以还是那句话 得失是一个因果关系 如果在你失去的时候 想一想 什么是你不该得的 适当地放弃一下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开始谈得失的问题了 得失心都谈了 来来来来 你每个月花你女朋友多少钱 具体的数字 具体的数字是 他每个月挣3600块钱左右 我俩一起花了这3600块钱 也就是说 能花到三分之一以上 就你差不多能花1000多 对 你们两个有什么 共同需要用的钱呢 租房子 我俩没有租房子现在 那你们是住哪里 就是在员工宿舍 你们各自住员工宿舍 对 那一个月你花他1000多 加你800多 一个月花2000块钱 花什么地方了 这个就是我把800多 也放在他的工资里 然后我俩一起花 然后我俩也是说 留出来一小部分 来攒在一起 放在其他的一个银行卡上 然后把这些花的钱 放在一个银行卡上 每个月也是属于 那种固定的花销 你俩还有存钱啊 对 存钱干嘛 结婚 但是真的你认为 他会跟你结婚吗 你不认为 所以我想跟男生说 对于你的女朋友来讲 他最难受的 或者他最大的脾气在于 他跟你在一起 他没有未来 他可以找闺蜜的麻烦 可以找你的麻烦 但所有的麻烦 都是因为 你俩从来没有认真规划过 你们未来的生活 怎么安定 虽然说我刚刚听到 你们存钱是要给结婚用 我很惊讶 因为在我刚刚听到的地方 你们没有说关于钱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听到这个地方 我依然会感觉 男生你没有跟女朋友 一个未来 第一个 从工作方面 你没有给他未来 第二个 你跟他在一起 遇到的所有麻烦 你不是找他去解决 你是找一个外围的人帮你 因为未来 结婚过后 是你们两个过日子 出现问题 应该由你们两个解决 而不是应该由外人来帮忙 但是你没有主动找他解决 反而你找了一个外人 所以他没有安全感 然后第三个 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你俩到现在是没有见 父母不知道是吧 也没有订婚期的问题 这样 订了吗 没订 没订过婚期的问题 父母见了吗 我妈妈不同意 我父母不太同意 是因为他的工作问题 工作问题 还有就是他比我小 我父母说 怕将来就长着长着 男孩子变心快 怕没有担当将来 父母的问题 如果他的父母没有同意 那应该由男生 你来主动跟他的父母沟通 也就是你们两个 应该有一个最后的 共同协商担当 所以我在想 你的女朋友 虽然说找了闺蜜的麻烦 但她其实最想找的是 你的麻烦 回到过来 同样跟女孩讲的是 对于你来讲 你所有内心当中的 恐惧也好 担心也好 你并没有真正去 跟你的男朋友沟通 你也只是找了一个外人来沟通 闺蜜成了你们中间的 你们制造出来的第三者 而不是真的 他想要帮你们解决 所以女孩 你自己先考虑清楚 第一个问题 你到底要不要确定 跟这个男生结婚 第二个 未来你们两个 遇到问题 要不要你们两个 共同解决 而不去找第三个人 来帮忙 第三个 你们两个要不要 共同去跟女孩的父母 慢慢沟通 因为现在过年了 本身过年就该拜见父母 不管他的父母 怎么去对你的未来 有不好的评价 但是作为你来讲 你应该跟他的父母 好好地去沟通一下 讲一讲 未来你 对你们两个生活的安排 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徐总 不容易的 嘴上虽然很硬 但心里很软 明明想让对方 不断地接近自己 可是一次又一次 拉黑对方 就从刚才 你对闺蜜的态度 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但凡 人家有一点好话 有一点好脸色 你立马就软了 既然不是那么强 干嘛要装呢 既然很着急 那为什么不直接去说呢 偏偏说要给他压力 摆出自己很强势 对吧 然后呢 结果呢 把自己的男朋友 推给别人 完全是你一手造成的 有话一定要好好说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你利用你的闺蜜 来作为一个传声筒 却从来不考虑 你的闺蜜 作为一个单身人士 她内心的感受 你的闺蜜 最开始为什么会 搅和到你们两之间 多多少少 也是感觉到 在你们两的矛盾当中 她体现到了自己的架势 但是后来不厌其烦 所以不愿意参与 但好歹你们两个人 在这件事情当中的目的 多少都是单纯的 只有这个小伙子 其实在我看来 并不单纯 她是一个非常有依赖感的人 她对你有依赖感 包括用你的钱 和受你的照顾 甚至你把这件事情 说给她父母听 在没有经过 她的同意的情况之下 她没有感觉到羞辱感 还和你在一起 其次 她跟你谈恋爱 要找一部工具 百科全书 就是你的闺蜜 要从她那儿 去获得你的所知所想 并由此而形成依赖 所以像这样一个 依赖感极强的男人 很有可能 在跟你闺蜜 接触的过程当中 由彼此的依赖感 而生出其他的好感 甚至是感情 我相信你的闺蜜 对她大概是 没有太多的想法 但是她 跟你的闺蜜 老是谈你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 你跟她的闺蜜 是有这种可能的 可能你自己 潜意识当中 没有意识到而已 你没有发现 其实你很容易喜欢上 可以被依赖的女人吗 没有发现 因为我一直都是 对她 那我现在告诉你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跟她的闺蜜 每次在一起 都是谈她对吧 对 谈她的什么呢 你告诉我 谈我俩之间的感情 该怎么 融合在一起 你得到答案了吗 她就告诉我 她说 她每次给你的解决方案 是什么 就是说 她去帮我劝她 每次的答案都是一样 对 到最后一次就是 所以我想问你 每次都是 她去帮你劝她 那你们俩谈恋爱 那谈的是什么呢 那都是她在谈 所以说 你不是有依赖感吗 而且你在跟她的闺蜜 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除了简简单 她的闺蜜 给你的答案 都是说 我去帮你劝她之外 此外你们还聊了什么 此外聊了就是说 能不能把她的性格改一下 性格能改吗 你自己闷心自问 在两个女人的比较之间 你更倾向于哪个 如果除开那些道德绑架之外 你认为你更倾向于哪个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所以我大致是认为 你们俩之间虽然出现了情感问题 但是你的确如老师们所说 你的这种性格 要得到一定的收敛 否则的话 你才是真的是里外不是人 最后朋友没了 爱人也没了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你要认清楚自己 真正的感情取向 到底是什么 这个女人到底适不适合你 哪种女人适合你 你们久而久之的这种纠缠 已经使你形成了某种习惯 这种习惯 引进了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她的闺蜜 所以其实我一直认为 打一个简单的比喻说 你想读懂这本书 读不懂 所以你找了一本新华字典 久而久之 你用新华字典来解读这本书 等书读完了之后 你到底是爱上了这本书 还是习惯了新华字典 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后者 所以你应该搞清楚 自己爱的真正的对象 到底是谁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合不合适 就这个 一个告诫和忠告 在所有的这个情感里面 千万不要加入第三份情感因素 不论是人还是别的东西 不干净不单纯 自己也累 情感这点事是自己过得舒服 自己开心的 一起进入环境